梦幻十八年中谁敢自称梦幻第一大唐 大唐官府作为梦幻第一门派 府下的名将数不胜数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给大唐官府立下汉马功劳的战士们 请您评判一下谁称得上梦幻第一大唐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双血奈大唐第一人 守望双影 来自新海湾的守望双影是由雪影和云影两位玩家组成 在那个大唐落寞的年代 他们依靠双血奈大唐相互配合 以法宝乾坤塔加特技弱点击破为突破点 配合横扫千军逐个点杀 一举夺下武神坛十九连冠军 成为东北三省的第一冠 同时也成为了血奈大唐的标志性人物 权力大唐精神领袖三刀结束 随着一个比赛录像的大火 凭借着武力加点加变身轨将的超强输出 一刀秒化生 两刀秒龙弓 三刀横扫秒盘思的逆天表现 让大唐官府一夜之间成为了炙手可肉的门派 他成为了大唐官府的代言人 权力加点的大唐也成为了暴力的代名词 至此影响了一代人 全梦幻经验第一人三毛先生 来自西越华山的三毛先生 他是梦幻第一个千亿数决的获得者 开出善恶有报数决 从61年后 他以300亿经验占据经验排行榜守备 百年内无人能超越 为了一个武神坛冠军 他坚持了七年 终于在遭遇遗水雪山 毕雪山以天镇大客家暴力司工队 他以大唐家立武装以暴制暴 带领西越华山终于圆梦冠军 梦幻十四冠大唐威少 百花村威少是11年崛起的武神坛新贵 他第一个角色就是剑侠客的大唐 凭一人之力拿下十四次武神坛冠军 六十至六十五连六连冠 六十七至七十一再次五连冠 分别在七十三七十五七十七连再添三冠 其中六十到七十一连百花村一共只输过两场 夺冠效率最高的复战队 此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梦幻第一土豪大唐King 刘花胡King凭借一人之力 让刘花胡变成了一个大火区 他拥有三十左右角色 都是从各个服务器收购来的福战好 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大唐 带领刘花胡终结百花村时代 并获得七十二七十四八十二年冠军 据玩家统计他花费超过一个亿 梦幻第一服务器大唐官府 2022年1月14日 梦幻开启了破府沉州资料片 同时开放了一台服务器 名叫大唐官府 梦幻首次以门派作为命名的服务器 可见其意义非凡 也能看到玩家们对大唐官府的喜爱 至此梦幻一直在改变 但大唐官府在玩家心目中的位置永远不变 还记得和你一起战斗过的兄弟吗 当横扫千军出现的那一刻 久违的杀手又回来了 在你心中谁称得上第一大唐 评论区见哦